嗯,我是独生女,然后我爸妈在我三岁的时候离得婚 我妈曾经是在报社工作,然后后来她自己出来开公司 我妈是属于就是90年代出中国最早一批做IT产业的相关的公关公司的这样一行的 怎么说,算是个前辈吧,就她之前是做这个 然后后来退休也比较早,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妈突然意识到,这个女儿有点叛逆,我要管一管她学习 那个时候15岁,对我妈就比较极端一个人 最开始就是因为我爸妈三岁离婚之后 我妈就承担着要养我的,养我的责任和压力 然后她就工作很拼,然后她事业又做得很好 所以她根本根本就没有时间管我 所以我从三岁开始上的是全寄宿幼儿园 然后后来是全寄宿小学 后来上了寄宿中学 然后直到我上了寄宿中学的时候 我妈才意识到,原来有一种叫做中考的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 然后成绩还不错,但是就是全靠小聪明 上了初中,小聪明不管用我 然后喜欢上摇滚乐 开始意识到 嗯,诶,可能这个是我喜欢的 所以后来 呃,后来学习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妈就有点力挽狂澜 这次就不工作了 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然后管我学习 然后所以到了初三那一年 初三那一年是多大 呃,是哪年 是2005年 所以2005年我妈就退休了 提早退休 嗯,然后我爸爸 我爸爸是,是个,算是个白领吧 早前在政府单位工作后来出来 嗯,我爸妈虽然就是在我三岁的时候离婚 但是他们,嗯,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 嗯,我和我爸爸 嗯,我和我爸爸一直像是朋友的关系 在我成年以后 嗯,18岁之前 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父亲 嗯,当然了就是离婚家庭嘛 就是他每个月 他每个月会来看我一次 然后有的时候带我出去玩 有的时候 每次都是带我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但是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和爸爸有更多交流吧 嗯,可能 16岁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喜欢摄影 我爸爸就是从,从小就是一个摄影暗号者 嗯,然后16岁的时候他送了我人生中第一台相机 我开始拍照 然后到了18岁的时候 靠,靠倫敦艺术大学选择的也是摄影系 对,我觉得我现在在想 其实我爸 不管是说潜移默化的 直接的还是一个更被动的一个方式 就是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 嗯 对,18岁之后 跟我爸 就是 我们会有很多就是发邮件和发消息的交流 就是 我觉得他自己可能 有一些 最开始就有一些内疚感 但后来他就是意识到 真的是 我和他真的好像 所以我们一直像是很好的朋友 嗯 对 但其实后来我在想 如果说我的家庭构成不是这样 我也,我绝对不是现在的我 对,因为我妈 我妈是一个非常心知口快的人 就她是 嗯 再加上 因为三岁 就是我和他 我们的关系特别平等 就是两个女性 然后 再加上我妈心知口快 我又比较早熟 所以 从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就会向我袒露心声 包括 在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个子长得高 就是 就有点像姐妹 我妈长得又很显年轻 比如说她有的时候 遇到一些人生中的难题 她会 她不会说的很复杂 但她会跟我直接的讲 说哎,你妈最近就是挺累的 然后 啊,然后 就不会深讲 但她会讲一些 所以我从小的关系 就有点像是跟她是朋友 嗯 后来上了初中之后 你知道就我刚才说我妈 力挽狂澜的那个阶段 她突然一想 孩子叛逆了 但她不懂 她不懂 就是我为什么要 喜欢那些东西 摇滚乐有什么好的 然后 但在这个过程里 我已经开始试图去convince她 没有没有 因为我一直是在boarding school嘛 我初二的时候 我开始喜欢摇滚乐 我当时就老想 反正只要是寒暑假 我就 不用去学校了吧 我就出去看演出 然后平时的周末 如果在家的话 我也会出去看演出 我妈妈觉得 不能自己一个人出去看演出啊 她中间还有开车 送我去看演出 她不会拒绝我 但她送我去 她等我出来 然后完了之后 就是我觉得我妈这个人 也挺怪的 就是 她当时管我的方式是什么 她觉得 初三还有一年 你要中考 你在学校不好 要写作业 你就回家写作业 我被接回家写作业 但后来我中考考得到 还行 我考了一个趋重点 然后妈当时就觉得 好像也行 但再到后来 上了高 高中之后 我就很 很强烈的意识到 我想做艺术 是有一个convince的过程 我要告诉她 就是说 摇滚乐和艺术 这些东西 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 你比如说吧 我上一个杂志 这事她特高兴 你知道吗 这种事她特别高兴 当时我就有给她看 就说你看 这是我朋友的乐队 其实她 你知道吗 搞摇滚乐的人 不光是就是抽烟喝酒 可能吸毒什么之类的 摇滚乐的人不是这样 就是 一直在说摇滚乐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 这一个阶段的话 我不会 到后来开始 对艺术感兴趣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觉得她在当时 在她当时的概念 就是她希望 她希望我 你知道能 事业有成 你知道事业有成 然后如果能赚到很多钱 就赚到很多钱 但反正就自己 就是要过得好 但其实你知道 现在过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妈带给我 最大的一个 就是特别positive的影响 是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这一点她没有强调 因为这是 This is how things were You know the whole situation 就是她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 我从小的设定 就是OK 我妈一个人拉扯我 但我其实 我觉得这一点 我还挺想说的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是我 我在过去这几年 就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才意识到 就是我妈带给我的 这个positive的影响 因为小的时候 就觉得她是一个 这么自然的事情 我根本不会去想 我小时候想的都是说 因为我妈就是那个 我的家长 你知道吗 我爸更像是我的朋友 我妈是我的 对 就是她 她不依附于人 她从来没有 要依赖过任何人 但这是我妈最大的 优点 然后可能也是 她最大的软肋 就是她 她太自强了 就是她太 她的那个 不管是说 应该那个词应该叫什么 控制欲 就是她 她希望能够掌控全局 然后她希望自己 能是那个handle everything的人 然后她也绝对不会 依附于任何一个男人 虽然就是我妈 非常的 就是我妈 我妈就是 就是很多人会对她的外表 有一个假象 因为我妈是就是搬花 然后后来又是什么公司 什么花 就各种那种 对 但她 而且她中间也经历过一些波折 她去就是 推翻他人 因为可能她的相貌 对于她产生的一些误解 因为我妈其实个子也不高 个子小小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 就是因为 我妈对这些不在乎 你知道吗 我妈不依附于人 所以从小我妈就教我 你得靠自己 不管你做啥 你靠你自己 你喜欢做什么 好像这点的确是 是这样的 就是 但比较 比较积极的一点 就是她从来 因为我们的交流 是很平等的 所以她 曾经希望过我早点结婚 然后跟她说 我说 我说的是实话 我说我不是说我不想结 我说 但如果说我结了一个 我自己会有一些 犹豫的婚姻 那这个东西之后 给我造成的麻烦 可能会更多 我说 然后我会很平等的 跟我妈你知道交流 我说 我说这点你知道 对吧 我说你 我 就是婚姻 婚姻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那 那不好 那如果说 结婚要谨慎 如果说觉得可能有问题 就 就是 我昨天 昨天晚上还见了一个 我跟你说我那个 有一个 我跟你说过 他叫JJ 他是一个 我们是大三的同学 他是一个就是trans trans的心态的男孩 他没有变性 但是他希望自己是一个straight lady 他不希望being treated as a gay guy 所以就是他希望 他喜欢straight guy 他很早期 他很小的时候 就是东 尤其就是东北 你知道 就是中国东北 就是非常直男癌 就是 那样的一个 就是直男癌 在这个东北文化中 是非常 deeply embedded 然后 然后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非常 分散在 各方各面 所以他从小就被人叫二椅子 二椅子 就是形容 就是一个人娘娘腔 特别难听的一个词 对啊 就特别不容易 他从小 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长大 但是问题就是 他又特别爱 他又 特别没有安全感 在乎的东西很多 他尤其怕自己没有钱花 他想做艺术 然后他 就我觉得他特别talented 就他大学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 他做的是跟自己的性别认同 有关的作品 就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回国之后 他也想做艺术 然后他家境又好 他曾经就是觉得 好 我要去上海当艺术家 租立了超大工作室 然后就是还请了几个助理 他觉得就他要做作品 就要做的就是非常就是 直接就请助理了 对对对对 就因为他之前 给王庆松做过助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后来就觉得 就OK 我需要一个large production 我需要我这个东西 就做得很 然后就 后来也没有做 就他投过一些奖什么的 然后没有拿到奖 他就有一些失落 他就有点不知道 自己做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他就觉得他不如去帮助他们家 去take care of 那个family business 因为他需要钱 他不能让自己没有钱 但到后来 就是他其实就是想 他还是想的太多 他就是他 他还是想要的东西太多 他还是最大的一个担忧 他是不能没有钱的话 他要过好 所以后来他觉得 哦好 那我反正做艺术做不好 我干脆不做艺术了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一个 就是去给他家 就是去 就是他帮他父母 在料理公司 然后他 他其实也挺不开心的 但到后来他也不觉得 就是开不开心那么重要 反正他就要把眼前的事做好 但他又觉得 他爸妈是就是很 有点careless 就对于自己的理财 然后他特别担心 他没有了自己的钱 总之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跟他爸妈关系也不好 然后 我觉得我举的这是一个好朋友的例子 但其实就是身边大家 包括你 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朋友 我觉得大家都有各种 和父母交流上的问题 我永远的一句话就是 你要试着去跟他们交流 你要试着去劝他们 你不管劝的这个过程有多长 有多艰难险阻 你要试着去让他们了解你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早 所以到后来就 再加上又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我的那个艰难的过程是两年 就是我从16岁到18岁那两年 我当时为啥 我妈后来觉得 我可以去学艺术 因为我妈也认清楚了 我妈说行 这就是你喜欢的事 你做别的你也做不了 你也做不好 就是我数理化都很差 我妈就特别担心 我在国内考不上大学 然后我考就是艺术专业 我特别立刻的我就拿到了offer 然后我妈就觉得行 那你能做这事能做好 那我又有这个钱 可以支持你出国上学 那你就去吧 后来就这样了 那其实到现在 我这一点没有变 我做什么别的事情我做不好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做的还行 所以就是 就这样了 就一直就这样了 然后到后来我妈才意识到 哎 你好的确 可以做的还行 挺给我长脸的 我不会就是 我不会刻意的去 我最开始在16到18岁的时候 我会特别努力的去向她证明我自己 为了去说服她 那个时候我会就是说 你看比如说谁 我的朋友上了什么杂志 上了摇滚杂志 但再到后来 我不会去向她刻意的证明了 但到后来她已经慢慢的去懂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有前途 就work out了 但比如说你看对于这个东北朋友 我后来就跟她说 可能 我 当时能够交流成功是因为我 我也太一意孤行了 我可能 我也对别的东西没啥概念 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 就是说我到底够不够钱花 或者我的钱以后要怎么样 这有点跑题 但你知道就是我 去年在美国 我有拍一个92岁的奶奶 她 她是一个night club dancer 她 而且她就是跳燕舞的 她是跳berlask 就是这种舞蹈的 但是你知道当年 她是那个能够养家的人 从经济上来说 她是那个占了优势的人 所以她父母出于就是 尤其你想 40年代 50年代 60年代 那个时候的 中国人的观念是有多保守 她如果穿 就是穿得露出大腿 她是不能在Chinatown出现的 但是她同时 她是她的收入 是她爸爸的五倍 就是 但其实我觉得到了晚年 哪怕到了这个岁数 她还是有一种 特别complicated的那种心态 就是说 我做这个事情 可能不是说是让中国人骄傲的 但我是谁 我是中国人嘛 我是哪里人 就是我 但是我对我的家人好了 就很复杂 其实我觉得在接受 我采访之前的20年 她不愿意去跟任何人 去讲她的这个过去 她从来没有 she never been proud of it 她就一直觉得 是她在辛苦的工作 我觉得我妈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经历了文革 然后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我妈是作为一个相对比较 她主意比较多 她比较 这就是她要强好胜 然后她又的确有一些 挺厉害的才能 所以她的价值观 是受到了这么 两种东西的影响 就第一个是那种 中国人式的 我要当好学生 但另一种 又是一种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就是你知道 经济技术决定上层建筑 然后她的那个审美 是受到了 就是你知道 她在90年代初 当时她要烫卷头 她要化口红 她后来自己离开单位 要开公司之后 她 她说 形象不能不好 形象必须要好 所以他们公司的女孩 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而这个东西 当时在我爸妈离婚的时候 我爷爷就特别受不了 我爷爷说 你一个女的 你要遵从 就是 三从四德 你要把家养好 你女的 你应该穿一个 那个蓝色工装 你留一个整齐的头发 你把家里的饭做好 说你天天回来这么晚 你化一个口红 你不伦不类 你知道吗 都瞧不上我妈 他们一起谈了恋爱很多年 其实感情基础建立了很久 我妈一直知道 我爸的家庭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妈对我爷爷 是又静又怕 对 但再到后来 就是 我妈就有 有试图去 against那个东西 但她另一方面 她也很遵从 就是 她觉得她在 她能做好的地方 她做好 比如说家里 春节过年 那个时候 尤其像我爷爷 这样一个那么 就是在一些观念上 很保守 但她是一个那种 暴君型天才 特别直男癌 但她真的是一个天才 就是她 传课书 法 写诗 才情 就是 人生经历 就是特别特别了不起 但她就是一个暴君 是一个超级不好相处 特别恐怖的人 就是她会在家庭聚餐上 听我妈讲 她会因为一个小事 把一桌菜全都掀掉 掀到所有人身上 但是又是一个 每顿年夜饭 必须是 就是你在家做 而且必须是 儿媳妇做饭 她有四个儿子 她的四个孩子 都是儿子 四个儿媳妇 就是超不容易 我妈就是 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 但是我妈回家又要 我妈就争强好胜 你知道吗 她要做一个好儿媳 也要做一个好领导 回家疯狂做饭 就是 做一大桌那种 那还是不能让我爷爷满意 特别挑剔 特别挑剔 就是 各方面吧 我爷爷第一觉得就是 他们都是老革命 我爷爷 我姥爷都是老革命 但是我爷爷觉得 我姥爷的 即便没有我爷爷高 所以她这点 首先从家境上 觉得我妈家 没有足够配得上我爸 然后又觉得 我妈是一个在外面 拼事业 涂口红 画眼线 这样一个人 然后 我妈不管在家 做饭做得多努力 还是有些受到 我爷爷的排挤 后来我爸妈 开始感情不好之后 我爷爷很早 他就相上了一个 他的领导的女儿 因为那个女儿 一直在暗恋我爸 所以他知道 我爸妈要离婚之后 他很快就把这个人 许配给我爸 但所有这一切 我都是听得转述 因为 我其实五岁之后 几乎就没有什么 跟我爷爷奶奶的相处 我奶奶其实也挺厉害的 我奶奶是大 就是是校长 就是他一直是搞教育的 但是他在家 就是一生 就是你知道 就是他最崇拜 最依附于的 就是我爷爷这个人 他不管他自己在外面 别人叫他林校长 林校长林校长 回了家 就是老爷子说什么 就是什么 老爷子骂他什么 就是真的很爱他 我爸的老婆 其实有点像我奶奶 这样一个人 但是他就对我爸的 占有欲就超强 就是那种 以至于就是我是一个 我只要是我代表了 我爸的过去 这样的一个女儿的存在 在他看来就是敌人 有的时候想想也挺神奇的 就是 一代人留给一代人的东西 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东西 是哪些 其实有很多丝丝丢丢的 特别微妙的一些东西 它是纠葛在一个 积极与消极的东西之间 对 嗯